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如何在多伦多图书馆查找中文图书 Parental Public Library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 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图书馆 总共有100个分馆 这些图书馆为多伦多市民 提供了免费的图书 音乐 电影 数字资源 和互联网的访问等等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一大特色 是提供了多种语言的服务 包括英文 法文 中文 西班牙 阿拉伯语等等 您可以在图书馆的网站上 搜索和预定各种语言的图书 现在我们就到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 去看一下 怎么样去搜索中文的图书 我们只要在Google上搜索一下 Torrentopubliclibrary.ca 就可以进入多伦多图书馆的网页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主页上 下面的页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栏目 我们首先看一下 第一个栏目 Books DVDs and Music 那么在这个部分的最右边 有一个Material in your language 用你自己语言 可以找到的一些资料 在最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简体字和繁体字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查找的信息了 现在我们就进到了 中文资料的这个页面 那么在左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细化的分类 这个是第一个是Items that I can 就是包括你可以借阅的一些资料图书啊 这个是可以借阅和带回家的 总共有两万七千多本 那么只能在图书馆看的呢 有一千多本 下面呢 是您可以借阅的资料的种类 种类包括图书 电子读物 电影音乐 视听读物等等 下面是小说类 非小说类的分类 还有按时间的分类 这是按图书种类的分类 出版年代 作者 中文字体 简体 繁体 语言 读者的年龄水平的划分 成人书 儿童书 Teenager的书 这是图书馆的 封馆的分类 哪些封馆 有中文图书 这里最大的 你看有 Agent code 有九千多本中文书 Albert Campbell 有四千九百多本 每个图书馆的中文数量 都在这里有显示 那么下面呢 是那个关键词 主题词 subject 那么是中文图书 这个是有繁体 繁体的总共是有 八千三百九十二本 简体字的有 七千七百七十六本 现在呢 我们就进到了右边 这是所有的 可以搜索到的结果 有两万八千八百九十六个 搜索的结果 下面这是V5 就是呈现的方式 呈现的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一次性的 可以呈现好几本图书 就是目前我们这种 呈现的状态 有一二三四 四本图书 那么望下拉 每一行都有四本 另外第二种呈现方式呢 就是每一行只有一本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里就更清楚一点 这是书的名字 这是拼音 这是下面有作者 出版的时间 等等 这个下面呢 是您可以预定 总共这个书 有六本书等等 这些是相关的书的资料 最右边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sort by 也就是分类 还可以按照 其他的种类来分 我们点开这里 一个倒三角 best match 就是说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这个关键词 最match的图书 在最上面 这个是按照书名 按照作者 按照出版的日期 按照最新出版的 这个版本来呈现 如果是按照书名来 那么这里呢 就是出现的是 所有的图书的 书名的分类 如果我们是要找作者的话 这里是按照 作者的分类来的 所以我们都 每一种都可以 自己去尝试一下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样按照搜索 search的方式 去寻找我们 所要找的中文 作者或者是图书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作者 如果是我们想找 龙印台的图书 这里我们是 先用的是简体中文 我们去搜索一下 好 这里出现了一个结果 龙印台的中文版本 有一本书 书名叫 孩子你慢慢来 详细的信息呢 可以点击这里打开 好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的详细信息了 六本书 然后这是他的 summary 这下面呢 有一些details 这个书是从哪里 出版的等等 最下面呢 是有 总共是有多少本 还可以在哪些地方 可以找到这些书 这下面呢 就是说 总共是有六本图书 在Agincourt Brightwood Dun Mills Fairview Lillian Smith 和Parlament Street 这个六个图书馆 可以找到 这个书 如果您在这几个图书馆的附近 您直接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 您也可以选择预定的方式 当这本书送达到您附近的封馆的时候 图书馆会电话通知您 您只需要拿着您的图书卡 到您附近的封馆去取书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试一下 用龙印台的繁体字 再来搜索一下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区别 繁体字找出了八本龙印台做的书 包括有龙印台的香港笔记 面对大海的时候 倾听 大江大海1949等等 下面还有几本 那么如果我们要查看详细的信息呢 都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方式 点开左边的图书 就可以看到相关信息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左边这里有关龙印台 他所著的所有的书的信息呢 也在左边这里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再换另外一个作者 我们试一试 我们如果想查找张荣 这是简体的 我们试一下搜索 结果是没有找到由张荣著的任何图书 如果我们用繁体的张荣再来试一下 现在就可以看到有三本书 宋氏三姐妹与她们的丈夫 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 我们再来试试 用张荣的英文名进行搜索 现在呢就出现了55本书 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 张荣的英文名是 C-H-A-N-G-J-U-N-G 现在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关键词用书名来做搜索 我们先尝试一下 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们用简体字来搜一下 结果是零 因为这本书呢 不是用中文简体字出版的 现在我们用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繁体 来做书名的搜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结果 也就是说在图书馆里面是有这本书的 总共是有11本长书 所以我们在多伦多图书馆 不管是搜索作者还是搜索书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用简体和繁体 两种字体去搜索我们自己想要搜的作者 或者是书名 这样才能查到我们想要阅读的图书 今天呢有关在多伦多图书馆 如何搜索中文图书呢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对今天的视频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也欢迎您订阅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并点赞关注和转发我们的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我们下次见